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創快制的零件 或者角色 零件方面 基本上創快制是必抽的 不過你可以知道 究竟哪件零件是最好的 也沒所謂啦 反正抽的話 你都不到你選擇了 我自己也是這樣拉了東西 首先看看今期的主角 真飛鳥 真飛鳥格弓和射弓是1181 相防797 耐力也797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啦 你本身很喜歡真飛鳥的 他的能力不算有一邊突出 但比較平均 我覺得平均得來也算是... 即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角色非常不錯 近距離範圍 如果大家玩近攻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零件特性是... 如果用技能的話 技能初始能量充能就會提升15% 磁匯方面是高機動和主角機 另外那隻玻璃應該不太細看了 因為他本身也不是五星來的 對啦 能力上也比較低 這個不用看啦 接著就到今期的重點了 獨角獸和殺低利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獨角獸 這隻獨角獸不開角... 對啦 獨角獸應該叫做NTD才能打開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開了NTD才能打開 但是很奇怪 一開始抽到就不是打開了 直接來看頭部吧 頭部方面的耐狗力是965 格鬥是553 射擊是2922 射擊能力算不錯 不過招技能就不用看了 火神砲一般來說都不太好用的 對啦 可能有些人覺得我沒技能當然好用啦 不過...以大方向來說 頭炮也是一般的 不會用頭炮射到人家核爆 格鬥防禦傷防有553 射防也有553 其實我覺得射擊能力不錯的 不過如果你是欠缺射擊技能的話 那你的頭部就可能一般的了 對啦 辭匯方面 就是宇宙適性和高達系 其實這個高達系也相當容易組裝的 宇宙系可能比較難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說抽這個獨角獸 可能要組裝宇宙適性就會比較好 對啦 好啦 頭方面就OK的 其實我跟大家說一個 這個彈詞是必抽的啦 因為所有的能力 獨角獸都相當不錯 以及殺帝利也是不錯的 好啦 再看看新吧 新方面就是NTD NTD就是獨角獸打開的模式 耐久力1734 相攻965 5的 是3項 4項都是965 隔、射、隔防、射防、隔攻、射攻都是965 新的屬性非常好 再看看這招NTD NTD就是變身為毀滅模式 總之就是看他的技能 自己的速度提升20 隔攻提升29 隔防提升19 其實是一般的增益技能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技能滿了 將我之後講的技能滿了才講的 能力上非常好 技能可能對於某方面的朋友一般 如果你是玩隔攻的話 也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是帥氣的 應該變成紅色 今期的大獎就是手 毫無疑問 好 看看吧 手的耐久力是965 隔攻2922 射攻1356 這些數值已經非常高了 兩項加起來已經4000 隔防和射防553 另外 最強最強的就是這招的雷射拐棍 這招是威力A的 可以看到使用裝備連續攻擊 用完之後 我們全員回復最大48% 自己的射擊提高19 全員的雷射耐性提高49% 首先我們增益了 有Buff的增益加攻 招技能的威力相當大 這隻手的能力值相當高 還有防禦的Buff 就是雷射耐性 所以這裝備毫無疑問 是今期的超級大獎 好 接著到獨角獸的腳 耐狗力965 格鬥攻擊965 射攻553 傷防965 雷奈673 物耐464 這裝備比較平均 不過屬性能力值也是偏高的 所以今期所有東西都是偏高的 仓快劑一直都是 沒有一件件的能力值會偏低 零件特性 自己的耐性 自己的屬性是S的話 特殊攻擊就會威力提升30% 其實這些技能沒什麼特別的 以及這些屬性 如果抽到可以 絕對可以升 因為都是有用的零件 不會特別低的能力值 好 接著就是這個背包 獨角獸背包 就是965的耐力 格鬥是965 射攻是53 接著他的傷防是965 雷奈是464 物耐是673 看看技能 技能也有B加 這個雷射格鬥 這招不用說了 儲得快 威力也算是相當不錯 如果玩近攻的話 有個背包的話 絕對要用 如果你不是玩近攻的話 有個背包的話 你可以提升能力值 對了 就這樣吧 接著就到... 雷射軍刀 獨角獸裡面的武器 都是非常高數值的 大家要注意 不過沒有技能 如果你欠缺技能 可以不用抽中的話 你也可以暫時放在其他隊友機上 雷射軍刀 553 內狗力 格鬥是3690 沒什麼特別的 另外雙抗 雙耐性 雷奈464 物耐673 零件特性是自己是S的時候 技能初始衝能就會提升20% OK 接著就看雷射暴槍 這個呢 雷射麥格龍暴槍 也是六角獸的 看到數值相當不錯 553的內狗力 格鬥不知為何會加了一點 154 這個射擊 Icon 373690 相當不錯的數值 耐性 雷奈是204 麥奈是464 零件特性是內狗力40%的時候 特殊攻擊的威力就會上升30% 即是利用小型地圖炮 儲力攻擊 即是射向前面一輪 對 這樣而已 能力上所有的獨角獸武器 都相當不錯 能力值 這個超絕火箭炮獨角獸高達 是553的內狗力 格鬥也加了一點154 射攻跟之前一樣 3690 雷奈和物奈都差不多 跟上面那把武器 接著就是零件特性 就是自己是S的時候 敵人射擊攻擊力就會減低30% 這件我覺得比較好 不過你要做S機 逼著你要做S機 最後一件就是獨角獸盾牌 獨角獸盾牌 4項的965 連攻擊力也有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格攻跟射攻的能力值都加不少 所以今期這個盾牌的數值 如果大家玩破壞性或者要加攻的能力值 這個盾牌是最佳選擇 4項都是965 然後還有一個物理的耐性 過成千 射攻也加了553 所以這個盾牌比較特別 即是能力值是比較高的 大家要注意 這個零件特性 內狗力40%的時候 技能會給予傷害提升35% 好了 然後就剩下 獨角獸就說完了 剩下4件的薩蒂莉 極速看看薩蒂莉 薩蒂莉能力值相當高 頭部有551格鬥攻擊 然後射擊攻擊也有3307 相當不低 相當不錯 因為他的雙防還有差不多的能力推上去 這個隔防551格鬥攻擊 然後射防965格鬥攻擊 然後還有雷射耐性670格鬥攻擊 整體能力值相當高 零件特性以雷射屬性攻擊時 遠距離射擊的攻擊威力提升20% 不用看技能了 就算我們看他的能力也是一流的 然後我們看看他的薩蒂莉 薩蒂莉內狗力相當高 1732格鬥攻擊 然後雷射攻是965格鬥攻擊 這個射擊防禦是17352格鬥攻擊 其實就是... 呃... 他的攻擊相當不低 還有內狗力也超高 還有射擊防禦也高 還有雷射耐性 整體來說我覺得都比較完美 如果你說... 要來做射擊的話... 這個技能就是... 空暴 MEGA 粒子炮 加上埃力牆 這個就是貫通A 威力D 然後冷卻時間60秒 可以看到了 用完之後 自己的雷射耐性會提升59% 威力上不算很高 不過貫通這麼高 這樣打一些厚血的... 也算是做到一個不錯的輸出 接著就是殺低你的手 大家注意殺低你的手 可能你看到... 嘩... 這麼高能力的? 它是加上盾的 你用完之後就不能用到盾 接著就是內狗力有2300 相攻有965 大家要注意 這隻手跟剛才的獨角手... 不... 獨角的盾已經有得比了 這隻手要加上盾才能用到900多 剛才的盾已經加了很多 對了 隔房是1500 射房是4255 雷射耐性1500 物耐是282 還有最... 最... 就是浮沫粒子炮 貫通A卡 威力D 對了 就是這樣 即是... 你開了之後 它就不斷地射 追著人 就是這樣 OK 整體來說 數值也不算低 當然加上盾 少了可以幫我們加的磁匯 或者零件特性 如果你說不是 無所謂 都沒有好用的盾 先用 或者是長用也可以 這件的能力呢 相當不錯 對啦 能力值相當不錯 加起來之後 好 然後最後一件 就是這個薩蒂莉的腳 看看吧 它的腳內狗力965 隔攻551 然後射攻965 隔防也965 亮點就是射防1300 雷奈670 蜜奈282 我自己覺得可以了 能力上也不錯 不過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射防高一點 零件特性就是 如果我們是遠距離的話 這隻機的格鬥攻擊力 就會減少30% 不過注意一下職業是遠距離的職業 辭匯方面 如果是智匯 就會發動格鬥的防禦力加10% 黃牌專用機 發動的時候 射擊能力又加10% 就是這樣了 好了 今次的創快制基本上是必抽的 大家有這麼多抽這麼多就對了 因為每件都是非常不錯的零件 尤其是獨角獸有兩件都算是非常之... 即是你說在池中最出眾 但不出眾的屬性都是非常好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再 Finland